大家好,我是Joey,这个尽力而为的ToeA主席 那今天配合这个世界清洁日Working Update 我们来到这个Bandai Perse来做一个清理沙滩的活动 那今天这个早上,我们聚集了100多位的志愿者 来到这个沙滩来做一个清理活动 我是JCNATERPINEC2019的会长 所以这个尽力而为是我们一个Community的Project 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一个清洁活动 提醒这个公众关于繁保意识的一个知识 然后也提醒公众对保护海洋的那个工作那边都要有一些清洁 就是不要把那些垃圾丢入海洋 然后对我们的海边也要多加的照顾 我名字叫Brian 我是Project Stop Founder 当时我们会有这个idea 要开发这个project 是因为两年前 我开始rediving的时候 我发现海面是铺满着满满的plastic 其实我是很失望的 我没有想到原来海里里面的世界 是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我一直以为它好像Nemo的戏里面这样 我是一名engine link designer 专独的是plastic plastic它是不能被分解变成零 它只能变回它原本的那个样子 就是油分 它变成油分的时候 叫做microplastic 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我们最不想要遇到的东西 因为它们太小 我们没有一个武器可以把它拿起来 当它变成越来越小的时候 这片海就会铺满着我们肉眼都看不到的plastic 然后我们今天也总共清理掉一单的这个垃圾 然后这个是多么的恐怖和严重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去觉醒这个垃圾的问题存在在于在海洋或者在海滩 那plastic这个名字是很漂亮 但是呢 它并不是那么的想象中的美丽 这是我们人类留下来的痕迹 我们呼吁大家不要用一次性的塑料 然后到那里我们不要把垃圾留在原地 这个沙滩海洋 还有这个地球呢 是我们人类一起去共享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护这个地球 保护我们的环境 人人有责